從簡藤、屈藤、浸藤和積藤 每件藤器都會有一個故事 而每一個故事 除了需要一對可以在藤網間往來如疏的考手 最重要有一個心 藤植是中國傳統的實用工藝 隨著時代變遷 正與這門工藝的本地師傅已經是石果耿存 而駐守小南精神病治療中心的職業治療助理員 劉柏明正是其中之一 他三十年來以這門傳統工藝助人更新 亦為自己的人生編織出非凡的意義和美好的回憶 在今年三月 劉柏明師傅將告別三十年 在懲家署擔任職業治療助理員的生涯 回想當初 無論是拜師學藝 投身藤職這個行業 或者後來加入部門 劉師傅笑言 除了基於謀生 亦是一份無心插漏的機緣 在七十年代末期 當中有很多手藝可以學的 職藤是其中一樣 機緣巧合 見到有些職藤師傅 他做事很聰明 和很聰明 所以自己也想試一下 就入了行 我是1992年3月 加入懲教署做職業治療助理員 當年我弟弟在做懲教署 他就知道懲教署有一份職業治療助理員 好像挺適合我做 叫我試一下 那我就去應徵 一做也都做了三十年 劉師傅因機緣加入懲教署 近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他成為了很多在囚人士的人生導師 我初初是沒有想過 職藤工藝可以幫助到這些在囚的人士 劉師傅透過藤職作為職業治療 協助接受精神病治療的在囚人士 訓練手頑協調和專注力 建立良好工作習慣 從而促進他們身心各各方面康復 在教導這些在囚人士的過程中 有一個深刻的體會 初初經醫生轉介過來做職業治療的在囚人士 對藤職真的是一竅不通 我們做師傅的意有耐性 恩財師教 而令到他們對工作有一個習慣性 一個主動性 最重要是他們有份參與 並不是一定要完成一件製成品 教囚他們做一件藤器 原來都是有成就感的 因為他們從完全不認識到認識一點點 直至到最後完成一件製成品 個人是有滿足感的 他亦都因爲這樣而多謝師傅 教會他做這件事 對藤器工藝 在中國內地 某些省 已經列為非常重要的 就是物質、文化、遺產、命錄的一部份 我退休之後 如果時間許可 我也想在一些社區 希望能否搞一些興趣班 或者工作坊 甚至如果懲教署或小嵐需要我 我可以換轉另外一個身份 回來幫忙 都可以 謝謝